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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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了没 台湾是大學 大學生什麼 最愛唱讓你們感度up up 好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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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心理學家有研究過 說人可以在第一眼 看到一個陌生人的時候 就可以判斷說 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是變成我們人類的一個本能 雖然有可能不是百發百中 但是大概可以感覺得出來 就比如說我們可以 可以從比如說我們外型 服裝 然後人家一看到你就覺得 你應該是好人 你看起來很討人厭 像豆哥看起來真的 他就是卡通 很好親近 對不對 是不是 他基本上跟 多拉黑夢跟米老鼠 是同一個層級的 對啊 很可愛 這其實有點… 對啊 我比較慘 我一看起來就是假不妙的 你看起來很聰明 對啊 超聰明的 對啊 這樣也算卡通的人物 這樣也算對不對 小蠻看起來就滿有好感的 對啊 應該不會有人一看到你 然後就覺得說你心機很重 還是怎麼樣 對 大家就是感覺 就是我還滿好欺負 但我想要看起來很難清淨 不要啦 對啊 我覺得這樣子有那種 你知道 有距離感 對啊 那種距離感 其實在螢光幕前其實不好 真的嗎 對啊 越清明越好 對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提升 大家的好感度 好耶 好不好 請來兩位專家 是的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們 服裝編輯Vicky 歡迎 歡迎 大家好 聽老師請問一下 如果需要讓人家覺得說 一看到你就覺得很加分 有什麼單品嗎 我覺得最近就是像日本很流行的 這種糖果色的針織衫 或者是這種學運風的造衫 學運風 對 然後就是女生 如果喜歡休閒的女孩 就是可以穿這種 比較甜美感的棒球外套 就是也還滿適合的 對不對 好看 這是無辜的感覺 棍壽大學 對 這是你的衣服啊 對啊 這就是 我覺得比較適合你耶 男生感覺可以穿 對啊 納豆自己身上也是穿這種球衣 對 然後比較 女生就適合比較甜美款式的這樣子 接下來第二位 是我們的造型師李宥群老師 歡迎收看 大家好 我是宥群 老師請問一下有沒有 你自己跟這麼多女明星合作 你有沒有發覺說女明星 他不會有一些這個心機小物 可以增加好感 心機跟好感有時候一線之隔 用不好人家就會覺得很討人厭 但用得好真的會刺激人員 所以他這個人要很有心機 然後就還… 對 看起來沒心機 看起來沒心機 這最厲害 還沒錄影前 我就問小滿說 你那個項鍊好可愛喔 對 那就是增進一種人員的方式 先稱讚他 沒有 因為他那個項鍊真的很可愛 就是穿搭上面有一些心機的小物 我覺得引起話題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不要太貴氣的名牌 因為太名貴的東西 人家會覺得說 你一定家境太好或者是太有錢 所以像我覺得 比方說選擇一些比較親民的款式 像有一些比較簡單的項鍊 像大家看到我手上這個 上面寫什麼 上面有一些字母 寫個Lady Lady Lady 很可愛 這個項鍊我昨天吧 前天我才幫昆玲做一個造型 用這個項鍊 我覺得用這些東西呢 可以製造一些小話題 或者是像這種小 這帽子超炫的 對 小滿很喜歡 最近都流行這種 比較酷的棒球帽對不對 我覺得有一點這種 現在剛好在流行 市場上在流行的小東西 你去做一點點綴的時候呢 很多人就會說 你這個在哪買的啊 怎麼樣 那個人員就會刺激就會加分 但是你不要全身都是什麼Lady OV Chanel 那個東西人家就會覺得 壓力太大 壓力很大 對 會有距離感 所以要流行但是質感 然後不要太貴 其實我們今天這個女大師 都打扮了她覺得說 我這樣裝扮是最具有好感度的 好感戲喔 我們來檢驗一下 到底是有好感還是惹人厭呢 來 譬如說奇蹟 奇蹟 對 是 奇蹟看一下妳的造型 我要站起來嗎 不然妳要蹲下去 這個問題 怪怪 好 OK 要來解釋一下今天自己的裝扮對不對 我覺得女生如果穿褲子的話 首先女生就不會太討厭她 因為你又沒有露腿 然後也不會穿太短的裙子 她就會覺得你比較好親近 然後再加上我今天穿的顏色 它是比較屬於淺色系 就淺色系會給人一種 溫暖也好親近的感覺吧 就是如果你穿太深會覺得很嚴肅 好 這一點大賀你有話要說嗎 沒有 我覺得她今天的 脖子以下是OK的 可是脖子以上我覺得那個 臉要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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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是說那個假睫毛 因為我覺得我身為 一個男生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假睫毛好有侵略性 我覺得像小牛這樣就不錯 就自己的睫毛刷長眼 比較有神就好了 假睫毛戴太長會有點嚇怕 因為我們不喜歡戴假睫毛 不舒服 對 故意講話 這是有心機 真的 這就是有心機 對… 這也是心機 這就是心機的一種 我跟你講最厲害的女生就是這樣 看起來很心純 然後講話… 掉了自己也不知道 好不好 男生還要說 小牛你的這個肩帶掉了耶 真的啊 好討厭喔 好討厭 好討厭喔 兩位老師你們覺得 所以這樣第一眼看下來的話 我們同學們哪一位是好感度 會讓你覺得最高的 一定是小牛啊 小牛 對啊 然後 對 因為他剛剛這樣就讓我 就煞到我 好飽喔 招就把老師 不是…我覺得 因為那個服裝的材質 剛剛講到顏色嘛 材質也很重要 就是不要選擇那種太硬挺的 有一點點棉質的 或者是看起來很柔軟很舒服的 對 他裡面那件衣服就是這樣 很柔軟很舒服 然後他的身線曲線又有帶出來 是的… 或者剛剛那位同學白色 你怎麼稱呼 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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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琪琪啊 琪琪的 我覺得他上半身也很OK 也很漂亮 然後也是學訪比較女人味的 今天其實我們有幾位 相當有自信的同學 今天的比賽可說是穿搭達人的夢魘 因為我們即將對三位 對穿搭相當有自信的大學生 進行一系列的考驗 而模特兒們都是和好感度 很難畫上等號的代表 究竟他們三位 能夠克服體型上的限制 搭配出令人想親近的好感度穿著 而負責獎金嗎 馬上先來歡迎我們的造型師出場吧 好的 馬上歡迎三位了 首先是我們一號實踐輻射系的 Erica 歡迎Erica 好 接著是2號來自 台南科大商品射擊系的吳同學 你都搬過喔 好感激喔 接下來我們3號來自 明智師傳室的馬克 他好厲害了這個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Erica來一下 上臂大概是馬來著的 因為腳踢得特別高 這個三位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們各自的這個風格好不好 好 首先是Erica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rica 介紹一下你自己今天的裝扮 我今天的話就是偏比較極簡 然後就是黑色跟白色這樣 然後就是可能有一些小視頻是金色的 吳同學 大家好 我是吳同學 嗨 你們好 嗨 台南科大商品設計吳同學 協助造型時間4年 特別會掌握經典單品的搭配 個人喜好穿著對比色強烈的穿搭 造型相當豐富多變喔 這叫吳同學啊 對啊 這算是你了 不錯 對啊 我今天穿的是比較 顏色比較鮮豔 然後比較強烈對比的一個顏色 但是外面這種要慎選 接下來馬克 大家好 我是馬克 馬克 目前就讀明智試傳系 協助造型時間3年 主要擅長混搭風格 最堅持的穿搭重點 就是一定要謹慎 非常具有個人特色的她 可是相當強勁的挑戰者啊 沒有 今天是走森林系 森林系 你是不是叫荊棘吧 對 叫荊棘啊 來 先請三位入座了好嗎 來 請 好 我們今天要考驗三位了 所以幫你們準備了一些考題 首先你們第一個考題就是他們 來 歡迎 誰呢 誰呢 好題呢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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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聲搭配好感度鑑定 良心建議搜紙 首先就是以白色然後學綁紗 也不是無袖 就是有點 就是可以蓋到手臂 所以你先生 白色可能第一印象感覺就乾乾淨淨 比較有氣質的感覺 所以專業老師幫你鑑定一下好不好 好 顏色上面他們的考量都是正確的 總之他們兩個在材質上面 我覺得都太過於清透 我覺得父母很在意就是 會裸露這件事情 還是單純的就是因為 又學老師你比較色違 沒有啦 大學生了沒 首先你們第一個考題呢 就是他們 來 歡迎 小燕哥 好題目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什麼 第一關的考驗就是宅男的晉級 究竟面對這難度 高達四顆星的挑戰 設計師們能發揮實力嗎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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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喔 天啊 那個襪子 大家鞋子是什麼 三位 好三位 確定沒有走錯棚喔 跟大家 對 大家好 我叫韋犬 來自四星大學廣電系 在朋友的眼 在同學眼中 你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 外型的感覺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我很不會搭配 不會搭配 衣服很不會搭配 每次都會穿得很邋遢這樣子 就是會臨口鬆掉的T恤這種系列 對 而且有時候上課上班 我都會穿短褲拖鞋 對 所以今天算慎重 算是我衣櫃裡面最好看的 他在家喜夜的時候都穿這一套 已經是最努力了 OK 泛光今天還滿亮臉的 真的 這是爸爸的睡衣 還滿顏色的 對啊 有搭配過 你期待說等一下改造之後 會變得很帥這件事情 因為我從小就是鄉土味滿重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所以就是希望那邊的好看一點 好… 來 大家好 我是陳聰座 陳聰座 是 介紹一下你今天的打扮呢 他說要穿襯衫 他說好可愛喔 所以我就穿襯衫來 但是你的這個褲子 然後加上 橘色的襪襪 對 然後加上有洞洞的這個褲子 是一種 就是你刻意的裝扮嗎 因為有可能是精心打扮 我都隨便穿 真的滿身一樣 真的 有信心等一下改造之後 變成整個 當大家亮眼的感覺 應該可以吧 來 問一下我們三位的造型師 你們對他大概有什麼樣的想法 困難度很高 困難度很高 你可能想要選一個的話 你會選誰 然後 第一位吧 威權有那個潛力是不是 比較簡單 不通選 不通選啊 我可能選泛光吧 對啊 沒有 泛光啊 大概有什麼樣的想法 想要把它打造成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你單純不想挑第三位對不對 那一發現 是不是 OK 然後馬克你覺得 馬克那你就值得 我就是他 我等一下會讓他高人一等 但我們也來問問看我們大學生 就是說看到三位 你們自己會覺得 對哪一位特別有信心 阿翁 我覺得我選泛光耶 因為我覺得他是三位裡面 讓我感覺到他是 最有自信的一位 我覺得今天如果是要做穿搭 其實他有自信的話 其實不管穿什麼 其實都有那個好感度 只要就是稍微就是改一下子 就是好感度就會增加 跳舞對不對 對 好 OK 所以三位就有勞我們造型師囉 好嗎 請下去換裝可以嗎 來 加油 加油 謝謝 那我想請問一下宥群老師 像剛剛那三位啊 就是宅男 他們該如何呢 改造出就是 宅男 讓人家有好感的感覺 走出家裡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要擺脫一點那種感覺 對 其實要走比較清爽的方向 會是比較好的 比方說乾淨一點 請他把身上的那種 很奇怪的那種外套換掉 隔紋的襯衫換掉 或者是很髒的球鞋換掉 我覺得對男生跟女生來講 第一件事情是看起來清爽 然後有清潔感 所以今天 其實今天在座很多男同學 我覺得都有達到那個水準 對 我今天還滿嚇一跳的 因為平常我覺得 大學生或年輕人應該 平常在家看電視都不只是這樣子 不是… 因為大家平常穿得比較花俏 我平常在家看的時候說 怎麼比較花俏 可是今天都非常非常清爽 連大賀這種都算清爽嗎 對 很清爽 很好看 然後 對 下半身不要露出來 你怎麼剛被稱讚就破功了 因為你這樣露出來就會變 你本來只看上半身跟帽子的時候 還滿有那種 好像日本街頭少年 對… 現在全身就有了 但是如果只有一半的話會像農夫 OK的 然後我覺得紹勳也很好看 今天就很清爽 就是女生會喜歡 我覺得淡色系比方說白色 然後淺藍色 天藍色 這都是女生或男生都能接受的顏色 然後另外一個我不得不稱讚 就是阿蹦先生 阿蹦先生今天穿得可以 精神舞就是那樣穿嗎 是拓眼哥的還是精神舞大哥的 精神舞 他在那個飛機的那個什麼 航空公司廣告裡面 因為今天本來製作單位說 要介紹好感度男生怎麼穿 我想說帶那種太流行的衣服 大家已經接受不了 所以我就 我就帶了一些比較清爽感的衣服 男生的 剛剛好 比方說你看 綿質的襯衫加上低領的這個 露出鎖骨的這種背心或者是 綿質就是他身上的一套 對 然後我想說不用示範 因為已經有本人在現場了 就是我覺得男生就是要這樣穿 大家有時候可以發現到一些藝人 為什麼他穿得很簡單 可是很好看 其實是一些細節 好開心喔 這宥群老師這樣一講 我真的覺得就是 假如你在一個大樹下有沒有 然後喝了一杯茶的話 感覺整個就… 就變成一個坐在大樹下的茶 對 但是不能跟大喝一起喝 試完了 對… 來 豬妹 我想要問女生的話 我要問Vicky老師 就是如果 因為現在快開學 就我想要問說 妳有沒有推薦的 就是雜誌介紹 校園風格的單品 就是下面可以換成這種 A-line的裙子 就是像青年格 我也還滿流行的 對 然後就是上課的話 就是不要穿宅裙 可能大家會覺得 妳晚上想幹嘛 或是走秀之類的 對 這種大格子的就是可能比較 就是休閒 然後就是也不會太幼稚 對 然後或者是有圖案的襯衫 就點點的 然後最近也流行的小鴨 小鴨 小鴨 對 可愛喔 妳是小鴨 然後或者是這種 就是可愛顏色的襯衫 粉嫩的 淺色 對 也是淺色系的 聽了許多老師的建議 相信各位觀眾 對好感系穿搭 她也有了初步的認識 接下來就要教女大生一些小心機了 初次與男友父母見面 要如何提升好感度呢 好啊 就是妳們今天的裝扮了是不是 來 晶晶妳先介紹一下自己 就是我先就是以白色 然後學防紗 然後也不是純白 就是還有帶一點點點 然後也不是無袖 就是有點 就是可以蓋到手臂 不會露到腋下 對 然後露點腿 就是裙子不會很長 講話請快一點 露一點腿 露了連腿 其實她露滿多的 對啊 這長度我真的有一點點太多 我的腳有點長 對啊 然後也沒有 就是她的優點嘛 她要贏過 比如說哥哥的女朋友嘛 對 然後不能穿高跟鞋 因為可能會有點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就穿平底鞋 那這個髮型也是有搭配的嗎 就是比較那種親切溫柔一點的感覺 好 來 瑞儀先呢 我也是選擇白色 因為白色可能第一印象 感覺就乾乾淨淨 比較有氣質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就是袖子 就是一定要蓋過一下 不然我覺得有點不太禮貌 然後它雖然白色 但是這邊有一點就是 蕾絲 對 蕾絲 感覺滿不錯 然後因為我平常都喜歡穿 比較高的鞋子 但是我覺得高鞋子 可能會讓人家有壓力 所以我就選擇這樣子 然後會要包腳趾 包腳趾 很重要 但這個衣服會不會 這個就透明度來講 父母親不太能接受 害我剛剛以為 原來那都被你也看見了 是… 這個是算心機的部分嗎 有一點透視一個小心機嗎 我沒有想到 沒有 應該不算是 剛剛妳那樣是在學小牛嗎 有啊 假裝自己不知道這樣 哪有啊 沒有 所以是 應該 沒有注意看應該還好 還好吧 我們的專業老師幫你鑑定一下 好 又群老師覺得 我覺得顏色上面 他們考量都是正確的 就是說 對家長來講 一定是要比較親和力的 所以白色粉嫩的色系是OK的 可是他們兩個在材質上面 我覺得都太過於清透 就是我覺得父母很在意 就是會裸露這件事情 透明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上衣 會引人遐想 就是不斷的想要透視裡面 到底是什麼顏色之類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 是跟男友出去的時候 今天的鞋子有一點點髒了 因為父母一定會重視清潔感的 還是單純的就是因為 又群老師你比較色 沒有… 沒有啦 你…他們兩個都… 我給他換一雙鞋 他就會看起來更整體感 真的嗎 有啦 不色的鞋 來…換一個紅色亮的 非常雞皮 我是覺得說 大家不必太拘膩說 一定要平底鞋什麼 有一點點跟是OK的 因為把你的腳襯托得更高挑 兩位 表現不錯啦 謝謝你們啦 謝謝你們 謝謝 後面的已經換成完成了 我們馬上歡迎艾瑞哥 帶來他的模特兒出場 歡迎 來囉 好健碩喔 好帥喔 男大生改造太驚人 造型師也配合進偷偷換裝 你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想法 把你們模特兒打扮成這樣 滿多東區的男生 就是會穿這種比較抵擋的 看下半身簡直就是羅志祥的感覺 看起來比較清爽一點的 看起來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舒適 真的 他這個眼鏡很流行嗎 他就跟哈瑟定很土皮 就是沙嵩這樣放 叫你幫他改造 你自己換成改造 到底是改造他還是改造你自己 大學生了沒 後面呢已經換成完成了 我們馬上歡迎艾瑞哥 帶來他的模特兒出場 歡迎 來囉 好健碩喔 好帥喔 好帥喔 他的姿勢喔 接著呢 歡迎我們的吳同學 帶來他的模特兒出場 好 歡迎 歡迎 他眼睛不翠 是 他眼睛不翠 剛剛是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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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馬上歡迎我們的第三隊出場 馬克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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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好 來馬上來講一下你們自己 究竟是什麼樣子的想法 把你們模特兒打扮成這樣 首先 艾瑞克 材質方面就是偏比較刷色 有比較復古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覺得男生現在就是 滿多東區的男生就是會穿這種 比較低檔的 飛鼠 飛鼠褲 對 剛好在配那個基本的球鞋 那就是一個比較和諧的感覺 看下半身簡直就是羅志祥的感覺 對啊 對… 是不是 好 OK 然後接下來吳同學 因為我們的小宅男沒有 沒有就是帶眼睛的習慣 那因為我怕就是太搶眼的 比較…鮮艷 來喔… 來喔…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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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怕太鮮艷的單品 衣食要讓他接受會比較難 所以就是穿比較清爽一點的 會比較…看起來比較舒服 國伴Gangnam Style 給你喔 終於有機會表現了 太強調了吧 人家一生可以變到連刷兩次也還久 真的 他這個眼鏡很流行嘛 還不錯 賽大叔也有戴過的 接下來馬克先生 我今天 因為他設定的主題就是 夏日 陽光 男孩 對 然後就是帶點日系的感覺 然後搭配了一個非常搶眼的 螢光色系的T恤 然後搭上同色系的一個短褲 然後裡面那一點點的襯衫 讓他有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再配上一些可愛的項領 然後還有後底鞋 我們叫你幫他改造 你自己換這個幹什麼 你自己換這個幹什麼 你換這個幹什麼 等一下同學跟我講 講說到底是改造他 還是改造你自己 剛剛就是這個啊 這個人 重點是他的鞋子 鞋子怎麼樣 對 鞋子幫他加高了5公分 然後看起來比較高了一點 同學們接下來就要來投票好不好 看看你們覺得說誰改造 最成功 對 開咖你覺得是 3號是 重左 沒錯… 因為我覺得他改變最大 就從原本的 就看起來暗暗的 然後沒什麼活力 然後現在換到這個新的 顏色的裝扮之後 我覺得非常不錯 Vicky老師 如果你投票 你會投給誰 我原本想投給馬克 因為我覺得好感度就是 像老師剛剛講就不討厭嘛 然後我覺得路上的話 我會多看重左兩眼 就是覺得他還滿俏皮的 佑群老師你的票會投給 我覺得有點極端 我內心也有點掙扎 就是我覺得那個泛光 比較容易親近 所以一般的人 如果就好感度這個名詞的話 其實他是很符合標準的 只是說他那個眼鏡 我建議真的換一下比較好 因為那個眼鏡 對 然後他太圓 雖然今年流行復古的圓框 可是因為男生有時候戴這個 或者會像那個蒲儀或者是那個 或者是那個師爺之類的 所以我建議就是還是換一個 飛行眼鏡或者是像那個 那個我們中間這位同學 這種眼鏡可能會好一點點 試試看 雷膨感覺 對 雷膨一點的 是比較Man 比較男生的味道 因為那個味道可能就 就完全不一樣 他很配合 你什麼味道 你怎麼這麼亂配合 他比什麼味道 他很煩的 好 OK 然後我覺得從左 其實也真的很值得鼓勵 因為他 他就是比較嬌小的人 其實穿亮色系很適合 因為就會突出嘛 然後很容易搶眼讓人家看到他 沒想到三位的改變相當大呢 經過我們造型師的橋手改造後 完全從宅男蛻變成好感性男孩了 經過現場大學生跟老師投票統計後 勇改變差異最大的從左勝出了 接下來還有什麼挑戰等著三位造型師呢 好的 第二階段的考題 我們歡迎我們的MODO出場 GO 是什麼考題呢 歡迎三位 好 MODO MODO 好 答案揭曉 第二關的考驗就是風雨女孩的力氣 究竟面對這難度高達五顆星的挑戰 設計師們能再度挑戰成功嗎 畫面滿了 第二階段的考題呢 就是我們比較風雨的女生 要如何幫她們穿得很好看 好感度上升 三位是新的團體 是 我的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Wallis Wallis Wallis 大家好 我是Lexi Lexi 大家好 我是台藝大戲劇系文儀 所以說這樣第一眼這樣看下來 你們覺得對哪一位比較有靈感 Erik 你覺得 Wallis Wallis為什麼 原因是 我覺得她今天穿的那個衣服就是讓我 就是第一眼就是跟很可愛的女生 這樣 好 滿可愛的 那吳同學妳呢 我比較喜歡Lexi Lexi是不是 因為她 不知道就是一種很可愛的感覺 我比較喜歡這種型的 馬克的感覺 對 應該是她現在真的太搞怪 太可愛了 對 她應該會把她弄成夢美戲的 好的 三位型下場換裝吧 好 有請三位造型師 我想請問一下Vicky老師 像比較風雲的女生 她第一次跟人家見面 譬如說出去約會 可以穿什麼在身上 然後讓人家對她比較有好感 盡量避免穿太花的衣服 或是亮色系 就是可能會比較放大效果 其實我覺得就是舒服簡單 就是其實真的就是最安全的 是 我覺得就是 因為像很多就是比較風雲的女生 就會怕說 因為她怕自己旁就會穿比較寬鬆 其實那樣反而沒精神 其實如果妳想寬鬆 我覺得就是妳腰部的地方 可能還是要選擇這種可能有修飾的 就是其實妳雖然比較肉肉一點 但是妳肉處有腰身 然後就是又不會合身 其實是有修飾效果 又玄老師 我覺得洋裝是很容易修飾 比較肉肉女生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因為肉肉女生大部分的時候 是我們的臀部跟大腿根部比較肉 我們建議她就是盡量利用這種 A字的裙擺去修飾她的身形 下半身身形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比較容易肉的地方 就是肩膀 所以肩膀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要穿無袖 那就請你多穿一些 它可能有一些荷葉邊 或者一些在肩膀的部分有修飾的 也有一種就是像 基本的黑白色去拼接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她的腰線做得也是比較高一點點 她自動把妳的腰線先做出來 因為很多比較肉的女生 她可能沒有腰身 腰身不明顯 再來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 她肩膀兩側有一點修飾的作用 結果看起來 隱隱約約會有那種顯瘦的感覺 所以這兩種的洋裝 我覺得可以讓肉女生去試 好 OK 真田 就是我還想問佑群老師 就是剛剛都是講 女生穿起來好看適合的 有沒有哪一些穿搭 就是女生穿起來 男生會覺得怎麼會這樣穿 然後男生比較不喜歡的 我覺得對 因為剛剛一直講到就是 所謂好感度 男生其實不是很喜歡 女生穿的太有威脅性 因為男人還是比較屬於就是 希望自己有一點點主導的一個 這個味道 天性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比方說卯丁 或者是這個豹紋 卯丁跟豹紋這樣的元素呢 或者是太銳利的 比方說你看到一個女生 她一定都穿那種 健領的西裝外套 然後配上很俐落的褲裝 一副女強人的那種感覺呢 或者是深色的 這樣子的話 其實男生看到壓力都會很大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女生如果在穿著的時候 你在職場要表現到OK 可是你如果說私底下 不要穿那樣的東西 可是你可以換啊 比方說你喜歡 你真的喜歡豹紋的東西 可是你穿起來太威脅感 你可以換類似的花紋 比方說 它是變成小瓢蟲的感覺 變圓點點 就是同樣是這樣的風格 可是你把它稍微軟化一點點 那就會變得比較親民一點 然後顏色上面其實也很重要 我覺得顏色上面 盡量選擇一些淡雅的顏色 可能上半身穿一個 這個很簡單的短板針織衫 然後下半身穿一個可愛的這種 碎花的櫻花裙 看起來就很可愛 很甜美 而且它沒有威脅性 男生對女生的所謂的 男生自己不會出現在身上的元素 他會非常的在意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男生不會穿玫瑰花 也不會有蕾絲 也不會有雪紡 也不會有這種什麼透視感 薄紗 所以你穿這樣的東西 然後裡面再搭一個 比較可愛的坦克背心 去做一個混搭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沒有威脅性 我們今天要我們去 還有另外一個考題 就是跟喜歡的男生要去圖書館 到底應該要 要怎麼穿 小牛嘛 還有我們看看豬妹 來 請過來 全場為之瘋狂 超級心機性感搭配 今年秋天開始非常流行 小牛系的穿著 小牛系穿著影片是可以拆下來的 這麼小 小牛妳可以現在馬上換上嗎 好 好 趕快把外面這件脫下來 有點AV系的 好 不要再拉了 長輩來了… 天啊 小牛 好厲害喔 長輩走了… 再下來真的奶奶要來了 你的奶奶 你的奶奶又來了 大學生了沒 好的 兩位 要跟這個心愛的男朋友 一起去圖書館 也可能是沒有那麼熟的啦 好不好 來 小牛 我其實今天的裝扮是方便 不是心機 為什麼是方便 因為我們去圖書館練書 一定要帶筆 我有很多口袋 我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然後我可以插筆 然後插立可白 然後放那個 就是像皮膏 對 揹一個背包 揹一個背包就好 你這樣就好 書要放拿 書就手拿 所以就感覺很有氣質 然後你看這個吊帶 你都可以插很多筆對不對 然後因為 圖書館 因為有時候圖書館冷氣很冷 然後這個外套我就先綁著 如果冷的話 你就直接可以拿起來穿 功能性很強 對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是褲子 你不用怕曝光 你可以在圖書館就是伸縮自如 因為有時候圖書館 你就會想要這樣做 這樣 都這樣 圖書館會這樣做 會 這樣很舒服 在念說超舒服 你就不用怕這邊會曝光 就是可以很隨性 這是我今天的床辦 謝謝 好 主婦是要去 就是同一色系 就是看起來比較舒服乾淨為主 然後我也是有穿 就是柔軟了一點的襯衫 然後就是圖書館很冷 可能就是加個罩衫 然後也是可以綁在腰上 就不會太暴露 那去圖書館戴帽子是怎麼回事 這是一個造型 因為今年還滿流行針織的 就是秋冬比較針織 然後又是簡單的 兩位老師 我覺得 我覺得兩位都穿得不錯 真的 因為我覺得去圖書館其實 就是要自然舒服 然後坐得住 因為我們要看書 要看很久的時間 所以選擇褲裝是對的 然後比較淡雅色系 整體來講 你就不容易覺得說會厭煩 因為有時候顏色對我們的心情 是會影響的 就像說你如果穿得很紅 或很亮的顏色 其實看久了會心情有點浮躁 那也不太適合在圖書館 兩位都相當成功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好了 當然我們後面 第二關的考題 也已經準備完成了 首先歡迎我們第一組艾瑞克 還有他的Model出場 歡迎 好 這位是Wallace 歡迎 歡迎 好 好 可愛喔 來 好 來 接著下來 接著第二組呢 就是我們的Lexy 歡迎 還有 烏桃圈 烏桃圈 好可愛 滿可愛的耶 第三組是馬克海 文儀歡迎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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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兇了 好像Emmy喔 有態度喔… 好 頭又換 好 他用頭又換 麻煩三位 三位 馬克 你就是堅持 頭上的頭式一定要一直換就對了 好 這一點我們尊重 OK 首先先請艾瑞克 基本上就是小點點然後比較可愛的洋裝 然後因為他怕那個手臂 手臂露出來 然後就是還是保留他原來有的 那就是可能多帽子跟鞋子 然後看起來比較那種優雅小女人的感覺 那吳同學 因為我本身個人是不太穿洋裝的 對 然後我就喜歡 我喜歡吊帶褲 所以我把我喜歡的東西放在他身上 然後我喜歡就是一整系列的感覺 然後就是中性可是又帶點俏皮 馬克先生 我就是幫他選了一個蘋果綠的洋裝 然後遠一點點 讓他看起來很夢幻的美麗 然後鞋子就搭配一個很可愛的 娃娃皮鞋 然後跟透明襪子 然後這邊就搭一個相片 為什麼是豬 沒有 就剛好色系的外表 沒有… 沒有 因為剛才你是給他帶曬的是賀 這是豬這樣 沒有 因為今天就是色系的問題 對 然後再頭髮把它放下來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搞怪 兩位老師覺得 我覺得真的都很不錯 因為我先講就是最右邊那位同學 其實他穿得有點像那種去露營的感覺 然後就會讓 不管男生或女生都會覺得很舒服 沒有什麼侵略性 然後中間這一位 其實他的邏輯很對 就是說其實比較圓身的女生 如果真的喜歡穿圓點點 我建議是比較小的圓點點 因為大的圓點點 容易有這個放大的問題 然後他會再修飾 他會只在懂得去修飾一下 肩膀的這個線條 我覺得這是非常聰明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馬克搭配這個太棒了 滿厲害的 對 因為馬克完全跳脫我們在做這種 所謂什麼顯瘦邏輯 他就覺得說今天比較肉肉的女生 我就是乾脆讓她變得很可愛 所以他會用大的點點 然後用比較這種柔軟的色系 然後再加上那個襪子 通常我們如果比較肉的女生 也不會去搭襪子 因為這樣腿會變得更短嘛 可是他會覺得沒有關係 我就是大膽的去做 我覺得這就是做設計師 很重要的一個態度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那個項鍊 Vicky老師 我覺得馬克他有抓一個項鍊 就是他有把 就是洋裝選擇是收腰的款式 這樣就不會感覺很Aline 就整個很寬鬆 第二 中間那位就是他有用一些 就是收斂色系來修飾也很不錯 然後我自己是最喜歡五同學 因為我覺得就是比較肉女生 就是穿褲子就是可能 因為比較貼或比較軟的材質 都會就是讓他們圓形畢露 那就是這件褲子的長度 也剛好露出他腳踝最瘦的地方 然後可能褲子的材質 也是比較挺的 所以就是會 就是滿有修飾的效果 看來三位女大生都改造得 相當成功喔 不僅巧妙地運用穿搭修飾了身形 也將三位女孩的個人特色 給展現出來 這個階段竟有投票結果 勝出的就是我們的Lexi 可愛的戶外風格是不是可愛十足呢 好的 剛剛下面兩個階段 是我們馬克還有吳同學 都獲得優勝對不對 兩位將會有獎金 獎金多少錢呢 好 但是Eric會獲得我們無比的敬意 問一下兩位老師 就是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常常出門的時候 就是白天要工作對不對 或打工 然後工作結束之後要跟朋友出去玩 有沒有什麼事可以就穿一套 可能稍微改一下配件就可以 上班也適合的 然後下班以後跟朋友出去也適合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也是秋天快到了 這也是一個對 就是上班跟下班轉換 比較容易開始容易的季節 因為服裝的元素比較多 我今天剛好帶來一些比較屬於 接下來秋天會流行的單品 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在上班跟下班都可以穿 比方說 還是麻煩Vicky老師幫我拿一下 來 來 比方說這整套 你可以用一個銅色系去打扮 但是它有一點點穿透性的效果 本身是襯衫式的這個剪裁 再加上有一點點這種造衫式的修飾 然後底下記住就是 還是露一點點腿 看起來它是舒服優雅 而且這樣子一套到底的時候 其實你在上班跟下班的時候 都是OK的 或者是再乾淨一點點的 比方說黑白色系的感覺 一樣就是我覺得 如果年輕人上班的話 不一定要像我們過去的這種 觀念比較古板一樣套裝 或者是非常硬挺的襯衫 你可以選擇這種比較舒適的 雪紡式的襯衫上面有一點領結 然後下面稍微優雅一點 像那種chanel感覺的那種毛泥 或者是軟泥材質加一點點珍珠 它就會看起來比較優雅 比較大氣 當然也有一些是 比較心機式的穿著 比今年秋天開始 非常流行小牛系的穿著 小牛系穿著 我們要注意第一個就是說 今年很流行短板的針織造衫 這個是對很多肉肉女生來講 是一個福音 因為肩膀可以修 然後比較大的領片 然後這裡還是有一點點穿透性 等於是說你不會看起來 整個人很臃腫 你還是會讓你的手臂 最纖細的地方露出來 更重要的是 這個領片是可以拆下來的 這麼小的 這麼小的 大學生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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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小性感的這個 短板上衣 然後下面又有荷葉邊 所以我覺得 小牛你可以現在馬上換上嗎 馬上換 這個男生一定很喜歡對不對 對 這個男生會非常非常喜歡 可不可以請小牛現在直接換上 也可以啊 好不好 小牛來 謝謝哥哥 今年還有一些好玩的單品 就是說 剛剛講到兩川式的 比方說很多 今年秋天不知道為什麼 非常流行這種短板的上衣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我們上班的時候 穿這樣免質的 如果說你的公司 不是說一定要很正式的話 那是很舒服 可以坐很久 工作很久都不會覺得累嘛 可是呢 其實這種上衣它是兩川的喔 背後這個拉鍊 其實你是可以放在前面 今年還有這種 心機的載裙 你看 小牛系喔 對 你看這種 正面有兩個很可愛的 立體的愛心的口袋 這是正面喔 對 沒有 其實今年這種東西 很多正反都可以穿 就是其實如果說 它本身的版型 你去試穿的時候 現在很多都很聰明 它鬆緊帶的這種裁片 它是做前片跟後片 都是可以一起穿的 對 當然還有一種 比較心機的穿法 稍微再成熟一點 比方說呢 我平常上班穿著這樣 好嚴謹對不對 對 會不會整個黑色的優惠 有一點Angela的感覺 對 Angela 對 就會有點Angela的感覺 然後老闆也看 很認真的員工 可是他把西裝外套 來 一脫下來 那都幫我脫一下 謝謝 好嚴謹喔 你看 後面 後面就是完全露背的 對 如果你在拿的是一個很漂亮 Angela 拿一下 我拿不動 它如果換成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太短 洋裝 是 拿一下 然後呢 他平常上班的時候穿這個 戴這個手拿包 然後肩背包 看起來很優雅 可是他裡面就準備一些 秘密的行頭 來 來 你看一個手環 你把它戴上去 再戴一個比較性感的項鍊 像這樣子 他是不是馬上變得 看起來就很性感 然後晚上跟早上完全不同對不對 對 可是他並沒有去增加什麼 他這個飾品很簡單 就放在包包裡 只是增加飾品對不對 然後可能把這個外套脫下來 對 然後外套就放公司的椅背上就好啦 去宴會 約會都可以 不錯… 新鋼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好的 今天最終我們的小牛戲的服裝 準備登場囉 歡迎小牛 歡迎 好 好 好 漂亮 手臂有稍微若隱若現的感覺 好 好 好 趕快把外面這件脫下來 他這件不小心… 不小心 故意講中這樣 再 好 不小心了 下來 好 怎麼…不要穿 怎麼有點AVC 不要再拉了… 沒有 這很聰明啦 對 對 就跟長輩的時候全部套起來 長輩來了… 長輩來了… 好厲害喔 長輩走了呢 長輩走了… 長輩走了… 好厲害喔 再下來真的奶奶要來了 不是 爺爺奶奶 是爸爸媽媽 後來爺爺奶奶又來了 想到哪裡去了 好 但是最終還是要恭喜 剛剛的馬克還有 吳同學 恭喜你們可以獲得獎金 謝謝 好啦 好 今天教了大家很多 這個提升好感度的穿著 是 大家要牢記在心 因為這個太重要 出去外面見長輩 朋友 人間度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今天要非常謝謝兩位專家 謝謝老師 謝謝三位同學 謝謝 謝謝